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鑫鶴鐵道博物館 很方便的 如果你在京都站的話 只需要坐一個站 滄鵝野線 在梅小路京都西站下車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坐車也可以 在京都站走過去 其實是15至20分鐘左右 這麼快就來到京都鐵道博物館 就是這裏 你可以在門口看到 有些列車已經放在這裏 其實旁邊還有一個京都水族館 不過那個水族館比較小 我們今天就不去了 剛才搭了一個站JR 其實你走過梅小路公園 一穿過來其實風景更好 比搭車好 我建議你走過來更好 走過來 走過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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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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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博物館有全日本最大的蒸氣機關車褲 它是一個線型的機關車褲 它是可以將蒸氣機車移到對正入庫的位置 就可以將車移到車褲 另外如果你光看都不夠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蒸氣火車的體驗 很便宜 只有300日圓 你就可以坐這架蒸氣火車 游10分鐘左右 由於時間撞不適合的關係 這次我就沒有試到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就來看看時間表 試一下坐 因為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因為現在沒有蒸氣火車 你躺過的有機器 你躺過了 你躺過了 其實你可以當地飛機 你躺過了 到那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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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